不是金喔 不是金喔 鶴頭喔 他以為是金的耶 要不要拍照 要不要拍照 我沒有拍 我沒有拍 很難撞眼你不要拍啊 誰都被拍啊 誰都被拍啊 各位啊我們現在還 就是站在世界上 七大刺激機 呼呼金字塔 呼呼 這個金字塔到現在 已經有4600多年的歷史 所以說整個埃及 到現在發現了 最宏偉的 最氣派的一座金字塔 這個金字塔是原來的 高度多少 146米高 但是有10米 風花掉了 所以現在的高度是136 所以你看在上面的 頂端上面的 你會看到有一個鐵板 有沒有看到 這是代表它原來的高度 有10米已經風花掉了 所以現在136米高 那建造這個金字塔 用多長時間 用20年的時間 才把這個金字塔建完 所以護符這個國王 他在王位已經有30年的時間 他用20年的時間 把這個金字塔建完 那這個金字塔的石頭 從哪裡來的 從我們區的阿斯王運過來的 也是通過水路 因為你如果從南往北流 通過水路就是把石頭 運到這裡拿著 這個就是它從外面看 是三角形的 但是它是四個面 三角形的形狀 但是它就是有四個面 這個地邊的長度 有230米 230米 用的這個石頭的量 也是一樣的 230萬塊石頭 這些石頭的重量不一樣的 從一噸開始 一直到16噸 所以最小的一塊石頭是一噸 最大的是16噸 那金字塔裡面是空的嗎 還是跟外面是一樣的 金字塔裡面外面都是一樣的 都是石頭跌上去的 都是一塊一塊跌上去的 那這個就是它的外面的 它就是原來有一層白色的 石灰石做的 所以它外面叫保護城 就算是一塊石頭 那是我的 是衝突破的 我當然會有些 它是太多的 所以有些 那些油漫的 是衝突破的 是衝突破的 有些人的 那些油漫的 是衝突破的 那些油漫的 那些油漫的 是在那裡 那些油漫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